《網絡安全》 最近我們聽過不少企業的負責人 大慎無人手 搞不定網絡安全 還說那些黑客 哪有心機理小公司 花錢搞網絡安全 不如賺錢做好App 找多些生意好過 講到網絡安全 又是否真是事不關己 真是可以不用理 還有中小企對網絡安全 好像還有不少迷思 今次探討這些迷思是否真的 要拆解當然要找專家 立刻請今次的嘉賓出場 Ricky C4資深安全產品顧問 由你來拆解中小企的網絡安全迷思 就最適合了 Hello Ricky 最近都了解到 不少中小企對網絡安全 是有些迷思誤解的 最常聽到的就是 網絡犯罪分子對中小企 是不敢興趣的 會不會真的這樣呢 這個迷思我都聽很多人說 那是否真的 數據就不騙人 看看就知道了 根據C4今年發表的 中小企網絡安全報告 有43%的受訪中小企 在過去一年都遭受到 惡意軟件網絡釣魚等等的攻擊 其中有39%的中小企 指出網絡攻擊 令到他們有50萬美元損失 大概是390萬港幣 另外有10%的中小企 亦都表示他們的損失 高達到100萬美元 大概是780萬或以上 其實網絡攻擊是持續性發生的 勒索軟件也好 釣魚攻擊也好 或者一些系統的漏洞也好 這些都是大海撈針的 它不會理你是誰 你都會有機會上檔 迷思解開 網絡編圖的手法就是層出不窮 而且取易不取難 中小企一樣會中招 中招後 隨時比起大企業傷得更慘 好了 其實很多中小企都有防毒軟件 真的不夠用嗎 老老實實 不景氣就不要亂花錢 網絡安全又複雜又難安裝 又難管理 用著舊那套先吧 如果真的可以 就不會有那麼多企業中招 大家有留意新聞的話 都會發現有不少本地公司難逃一劫 說到網絡安全是否很複雜 就不要道聽途說 例如Cisco的安全雲端平台 其實很簡單易用 我們會用一個很快很直接的方法去保護企業 簡單來說 員工無論是在辦公室也好 或者外面工作也好 都會有機會去看不同的網站 或者做郵件的收法 很有機會觸合到一些有問題的網站 或者在郵件內 有一些惡意程式 亦都可以很容易傳取得到 為公司會帶來一些損失 甚至乎將一些客戶資料流出去 其實企業只需要訂閱Cisco Umbrella 幾個鍵就可以得到保護 根據專家資料提供 Cisco Umbrella提供不同類型的保安 例如控制防止訪問高危網站 又或者在用戶進入威脅前 就加以封鎖 用戶甚至可以利用remote browser 瀏覽敏感的網站 在雲端隔空先看 如果必須要下載 附有惡意程式的文件 Umbrella可以允許你下載 乾淨安全的版本 自動濾走惡意程式 讓大家可以安全上網和下載資料 迷思解開 傳統防毒院研究就沒有人中招 都是要用新一代網絡安全防護系統 雲端平台易裝又易用 Ricky 但現在流行work from home 員工總有一些日子會在家上班 哪理到那麼多 Kitty 又不是 家裡的網絡安全始終不及公司 員工在家裡很多時都會利用他們的個人裝置 包括電腦、電腦、電腦 去登入公司拿資料 如果不理會你猜的效果是怎樣 如果利用我們的Cisco Secure Endpoint 透過我們的Multilayer防禦技術 就可以在攻擊發生之前 我們就可以成功攔截得到 另外傳取公司資料同樣是一個高危的動作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很安全呢 例如我們可以利用多重身份認證的方法 確認員工的身份 用VPN的技術去建立一個安全的網絡連線 就變得非常之重要 Cisco有Duo AnyConnect 和全新系列的Firewall Series 3001 可以幫忙建立一個安全的通道 令員工在工作時更加安全 同時我們可以利用Duo 去做一個多重身份認證 我們通過電話方法會有一個Push Message 去確認員工的身份 在這種聆訊任的安全架構下 就是最安全不過的 講到我們的3001系列 其實我們會用了更加新的chip set 無論是硬件和軟件都會有提升 令到它在建立VPN的通道的時候 就會有更高的效率 更加安全地連接到公司 這樣聽起來又真的很安全 不過現在企業很多時都用SAAS應用 都有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保護 企業是否可以省筆 用少些網絡安全方案 這個問題問得相當之好 雖然雲端服務供應商 已經幫大家處理了很多網絡安全和數據的保護 但依然有空間去改善 或者可以做得更加安全 例如你用Microsoft 365這個平台 本身對這個平台的安全性 你就不會質疑 但在這個平台上 到底有沒有人扮你同事 問你取資料呢 這個對公司來說 依然會是一個威脅 在這個時候 Cisco Deal就可以幫忙發揮作用 短短幾秒鐘 我們就可以完成多重身份認證 確保那個員工就是自己同事 同一時間亦會保護公司的資料 迷思又解開了 雲端平台夠安全都要加多重保護 在雲端世界 個個都是扮野高手 多重確認身份 就想假冒都不行 其實 中小企不夠人手 就更加應該找一些簡單 易用 自動化 而又真的保護到公司網絡安全的方案 這樣才可以化險為宜 如果想知道自己公司 有沒有足夠的網絡安全防護 C4專業的團隊 現在可以免費提供一個評估 幫你了解公司的網絡安全 有甚麼地方需要加強保護 如果想了解更多 亦都可以親身上C4辦公室 體驗一系列的方案和實踐案例 只需要scan畫面上的QR Code 又或者在這條片下面 Click這條link 就可以即刻登記 在那裡 改變 個參加 gym trois 我們 有 四 特